好萊塢巨星 汤姆克魯斯近期主演电影 《不可能的任务7》上映后 目前全球票房已经突破84亿 日前汤姆克魯斯受访时透露 他喜欢和影迷们一起到电影院内看电影 他会戴上帽子和眼镜 敲装打扮后现身 有时候会有人认出自己 但所有人一起参与其中的感觉 让他直呼非常美妙 汤姆克魯斯也透露 看电影时会偷吃一点爆米花 以及喝汽水 虽然他长期健身对影时控管严格 但很享受电影院内看电影吃点心的感觉 期间还被问及串流媒体兴起的话题 不过汤姆克魯斯认为电影伴随自己长大 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激发了自己的梦想 拍电影娱乐大家是他的热情 因此他会持续努力 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电影院内体验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